世界客家卜覽會這一週是台中週 那麼台中市長盧秀燕 客家事務委員會主委江俊隆參觀台中展區 桃園市長張善政親自接待 邀請盧市長在積木區堆出了兩地的觀光地標 並且交換伴手禮行銷兩地的觀光和文化特色 台中市長盧秀燕和桃園市長張善政 在台灣館的積木區來一場兩地特色景點創作大PK 帶著偏鄉國小學生一起組合積木 挑戰的是台中歌劇院及桃園大溪橋 透過這場趣味性的挑戰 要將兩地特色景點推薦給民眾 我們客家資產是全國的 雖然說辦這個展覽是桃園主辦 但是我們希望這個展覽內容 都是全國一起來分享 尤其台中館在盧秀燕市長的支持下 台中館的展覽內容 變成我們這次台灣館的一個亮點 等一下我們就會過去參觀 也謝謝盧秀燕市長的支持 台中的朋友一批一批一批的到我們桃園來 參觀我們的四客博 還有附近我們的亮點 我相信說桃園和台中透過這次展覽的交流 會變得更密切 台中市長盧秀燕帶來具有客家特色的伴手禮 新好客玉經理和新丁板抱枕 要送給桃園市長張善政 並喊話要張市長繼續努力增產報國 那這個逢年過節我們會做新丁板 那目的呢都是希望大家人丁興旺 多子多孫多福氣 張市長再拼一個 謝謝 盧秀燕和張善政一起參觀台中展區 展區是以沐山之客為主題 呈現客家近山愛水的土地生態哲學 盧秀燕說桃園市和台中市都是客家大事 兩邊的客家族群都很多 在客家文化及客家事務的推動上 雙方一起努力共同發揚 並邀請桃園市的朋友也到台中客家莊走走 感受台中移居城市的美好 好 謝謝 謝謝